电影一开始,正在陪郑家老夫人逛娱兰会的二媳妇姝贞,被拍卖会上的玉花瓶吸引了注意力。 这时玉花瓶上的小人突然转头看见了姝贞,姝贞有些害怕地扭过了头。 之后不知是出于花瓶小人的蛊惑还是自己的内心,姝贞用2500块的高价买下了这个花瓶。 回到家里后,老夫人静止来到了达儿子智昌的书房。 老夫人询问智昌,她的儿子智昌什么时候才能从日本回来。 智昌笑着告诉老夫人,她今天接到了智昌的电报,智昌说在那边买完机器就会回来了。 与此同时,书贞放在床头柜上的花瓶突然自己晃动了起来。 听到声音的书贞转头朝床头看去,发现盒子依然安静地摆放在那里,书贞只当自己是出现了幻觉。 临睡前,书贞拿出新买的花瓶欣赏了起来。 很快,书贞就抱着花瓶睡了过去。 片刻后,花瓶幻化成了一个丑陋的怪物和书贞发生了关系。 隔天,老夫人刚想出门就碰到了刚从外面回来神情慌张的书贞。 老夫人便打算叫书贞陪她一起上街去买点东西。 书贞只是说了句自己身体不太舒服,想先去睡一会儿,便急匆匆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 等书贞睡着后,书贞的两个侄子偷偷溜进了书贞的房间, 将放在床头柜上的花瓶拿到了楼下。 小侄子阿唯有些害怕书贞发现后会骂两人。 大侄子阿全却觉得,书贞平时那么疼两人应该不会骂两人的。 两个孩子都觉得这个花瓶很难看,不明白书贞为什么喜欢这个花瓶。 这时书贞突然来到两人面前,大声地让两人将花瓶还给她。 平时很温柔的二婶突然变得这么凶,让两个孩子很是害怕。 见两个孩子迟迟没有将花瓶还给她, 书贞便上前一把将花瓶抢了回去。 此时来到客厅的老夫人和大嫂刚好看到了这一幕, 书贞没有理会两人静止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 最近几天,书贞似乎变得越来越暴躁, 书贞的状态让老夫人很是担心。 大嫂安慰道,可能是因为志鸿去日本太久了, 书贞才会变成这样的,等志鸿回来就没事了。 一直到深夜,飞机晚点的志鸿才回到了家里。 刚一到家,志鸿就在走廊里碰到了大嫂。 志鸿从大嫂那里得知,老夫人已经睡了, 志鸿子在外面陪客户。 大嫂想要去叫醒老夫人,却被志鸿拦住。 大嫂便笑着让志鸿先回房间, 毕竟书贞已经等了她很久了。 刚走到房间门口,志鸿就听到了书贞的声音声。 志鸿小心翼翼地推开房门, 发现有一个怪物正趴在书贞的身上行苟且之事。 这让志鸿很是生气。 愤怒的志鸿冲进房间, 却发现书贞身上的怪物变成了一个花瓶。 志鸿拿起花瓶就摔在了地上。 花瓶冒出一阵白眼,将志鸿熏出了一脸烂窗。 看着志鸿恐怖的样子, 书贞惊恐地让她不要过来。 这时听到了声音的老夫人和大嫂赶了过来, 两人都被志鸿的样子吓了一跳。 三人看自己都是一脸惊恐的表情, 志鸿连忙跑到镜子前查看。 当看到了自己现在的模样后, 志鸿崩溃地用手抓拦了自己的脸, 接着他转身就从楼上跳了下去。 书贞见状想要冲上去, 却被大嫂拦住。 很快, 郑家就为志鸿举办了葬礼。 当晚, 郑家的下人按照当地的习俗在门口撒了一些摆面。 一直到深夜, 书贞都还一个人在灵堂为志鸿烧纸。 见时间已经不早了, 大嫂便来到灵堂将书贞扶回了房间。 这时书贞突然干呕了起来, 大嫂担忧地询问她怎么了。 书贞捂着胸口说她觉得心口很闷。 书贞的回答让大嫂的心里有了些想法。 回到房间后, 大嫂没有睡觉而是躺在摇椅上思考了起来。 企业的志鸿见自己的老婆还没睡, 便皱着眉头询问她为什么还不睡。 大嫂告诉志鸿, 不知道为什么, 她总觉得书贞有点不妥。 接着大嫂自言自语道, 志鸿去了日本大半年, 书贞没有理由会有的。 听不懂老婆在说什么的智商, 只是催促大嫂快点睡觉。 与此同时, 郑家的下人撒在门口的白面上, 突然凭空出现了几个脚印。 片刻后, 躺在床上的书贞听到外面似乎有一个男生在喊她的名字。 书贞循着声音来到楼下, 发现楼下并没有人。 就在书贞打算回房间的时候, 一只猫突然扑到了她的身上将她推下了楼, 书贞就这样摔死在了楼下。 还没等志鸿过头期, 郑家就又为书贞举办了葬礼。 儿子和儿媳的接连惨死, 让老夫人很是痛苦。 大嫂也只能劝老夫人注意自己的身体。 此时正在做法师的道士透过棺材, 看到书贞的肚子迅速膨胀了起来。 道士连忙加快了念咒语的速度。 片刻后, 一个绿色的婴儿破开树针的肚子钻了出来。 道士一边念咒一边将一张符纸贴在了棺材上。 做案法事后, 大嫂领着道士将志鸿夫妇的领位放在了志鸿的房间。 之前道士的一番操作让大嫂的内心很是忐忑, 他便担忧地询问道士, 志鸿两人是不是有什么不妥。 道士告诉大嫂, 志鸿两人同属胸中, 他们称之为中阴神, 因为他们都阳寿未尽, 没有办法转世投胎, 所以会变成游魂野鬼, 到处作孽, 寻找提神。 现在他用符咒镇住了两人的亡魂, 让他们不用再飘零。 12年后, 他们自然会转世投胎做人。 道士叮嘱大嫂, 千万不能移动两人的领位。 临走时, 道士将三张符纸贴在了志鸿的门上。 一转眼, 时间就过去了11年, 大嫂的两个儿子也全都长大成人。 这天大儿子阿全刚放学回家, 就发现家里来了一个陌生女孩。 阿全联邦询问母亲女孩是谁。 大嫂告诉阿全, 女孩是阿全姨妈的干女儿, 最近刚从新加坡回来度假。 说完, 大嫂将女孩叫了过来, 将阿全介绍给了女孩。 女孩名叫阿珠, 从阿全看阿珠的目光中可以看出, 阿全对阿珠似乎颇有好感。 在吃晚饭的时候, 志昌告诉阿全, 她过两天想开个舞会。 阿全还以为父亲是要为她庆祝见到比赛获奖, 便笑着说, 她经常得奖, 就不用举办舞会庆祝了吧。 弟弟阿威无语地说, 父亲办舞会是要给阿珠洗尘, 介绍亲朋好友给阿珠认识。 大嫂听后对着两人训斥道, 过两天是他们奶奶的生日, 他们两个一点心肝都没有。 隔天, 阿全载着阿珠回到老宅子, 打算把老夫人接回家。 此时老夫人正在客厅念经, 老夫人让两人先出去走走, 她念完这堂经就走。 在路过志鸿房间的时候, 阿娇拉着阿全询问她这个房间是做什么的。 看着志鸿的房间, 阿全想起了她已经很久没有给二叔上过香了, 阿全便带着阿珠一起给志鸿夫妇上了一炷香。 上完香后, 阿全起身去旁边洗手, 阿珠则一边掀开树珍灵位上的符纸, 一边询问为什么要用符纸盖住树珍的灵位。 阿全见状大喊了一声阿珠的名字, 然后惊慌地跑了过来。 阿珠被吓得手一抖, 将符纸弄得到处都是。 阿全一边捡符纸一边抱怨道, 奶奶是不让人随便进这里的, 要是让奶奶知道一定会骂两人的。 在离开房间的时候, 两人都没有注意到, 有一张掉在地上的符纸两人没有捡起来, 符纸在地上自动燃烧了起来。 离开志鸿的房间后, 阿全打算再去客厅看一眼奶奶, 阿珠则一个人在屋子里四处打量了起来。 就在阿珠抬头朝楼上看去的时候, 他看到书针从楼上朝他扑了过来, 阿珠被吓得大声尖叫。 听到了尖叫声的阿全, 连忙过来询问阿珠发生了什么事, 阿珠颤抖地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阿全, 不过阿全只当阿珠是眼花了。 片刻后, 两人载着老夫人驶向了阿全家, 而志鸿房间那张燃烧的符纸, 此时悄无声息地飞出了房间贴在了车子的后面。 三人刚一到阿全家, 阿维养的狗就朝着三人狂叫了起来。 等三人进屋后, 车子后面贴着的符纸飘到了狗的面前, 狗直接将符纸吃了下去。 傍晚, 志鸿叫来了所有亲朋好友举办了一场舞会, 看着舞池中和阿维跳舞的老夫人, 大嫂向志鸿提议将老夫人接到家里来住, 志鸿笑着点了点头。 就在众人跳得尽兴的时候, 屋里的灯突然全部熄灭, 紧接着一个庸人推着一个蛋糕走了过来。 等老夫人将蛋糕上的蜡烛全都吹灭后, 志鸿便想要接过老夫人手中的刀为众人切蛋糕, 但却不咬心割伤了手。 虽然志鸿手上的伤口很小, 但老夫人还是感到有些不安。 在吃蛋糕的时候, 一个女客人从蛋糕里吃出了像蚯蚓一样的虫子, 被恶心到了的女客人跑到阳台吐出了大量的虫子, 而其他人依然在开心地吃着蛋糕。 片刻后, 两个外国客人来到阳台亲热了起来。 在两人亲热的过程中, 阿维养的狗钻进了女孩的裙子底下, 女孩被吓得尖叫着跑回了客厅。 舞会结束后, 阿珠在洗澡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好像有人进入了他的房间。 阿珠穿好衣服朝房间里看了一圈, 发现房间里并没有其他人。 这是阿全推门走了进来, 还没等阿全说话, 阿维的狗就突然从屋子里窜出开始撕咬阿全。 阿全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狗甩到了一旁。 阿全试图安抚狗的情绪, 但狗却又朝他扑了过来。 最后阿全只好用摆在柜子上的刀砍死了阿维的狗。 此时, 听到了叫声的智昌四人全都赶了过来。 所有人都在关心阿全两人的状况, 只有阿维默默地蹲在一旁看着他的狗。 见阿全似乎伤得不轻, 智昌便打算立刻送两人去医院。 临走前, 智昌让阿维去叫下人把狗埋了。 之后阿维带着两个庸人将狗抬到了附近的一个树林里, 把狗放进埋好的坑里后, 阿维让两个庸人先回去, 他要自己埋。 两个庸人刚一离开, 狗的尸体就射出一道光波射进了阿维的眉心中。 另一边, 见阿全已经没什么事了, 失去的智昌夫妇便离开了病房, 只留下阿猪一个人陪着阿全。 在回家的路上, 智昌车里的灯突然不停地闪烁了起来, 智昌试着连续按了几下开关, 灯光彻底按了下来。 这时车外下起了瓢泼大雨, 智昌连忙发动车子朝着家里驶去。 又行驶了一段路后, 智昌夫妇看到路边站着一个女人正在向两人挥手。 大嫂有些惊恐地说, 那个女人怎么那么像书真。 智昌被吓得连忙踩下了刹车, 但还是撞到了女人。 智昌下车查看了车头和车底, 发现并没有撞到人的痕迹。 大嫂焦急地催促智昌快点离开这里。 回到家里以后, 看着面色有些难看的智昌夫妇, 老夫人担忧地询问两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 智昌夫妇将在路上看到了书真的情况告诉了老夫人, 这让老夫人的表情变得凝重了起来。 老夫人的表情变得凝重了起来。 将狗的尸体取回家里后, 阿维撕开尸体的肚子开始吞噬起了内脏, 将内脏全部吃掉后, 阿维来到客厅找到了正在念经的奶奶。 阿维, 你行吗? 你行吗? 阿妈? 狗 阿威 隔天, 阿威在自己的房间里将自己打扮成了女性的样子, 接着他拉开窗帘看见了院子中的阿珠和阿全。 看着两人亲密的样子, 阿威神经恍惚地摘下假发, 搓到床上自娱自乐了起来。 随着多日的相处, 阿珠和阿全变得越来越亲密了, 院子中的两人情不自禁地就要吻在一起, 正是家里的女佣过来告诉阿全大嫂有事找她。 大嫂找阿全是想让她将自己刚做好的蛋糕拿给阿珠吃, 顺便再和阿全聊一聊她和阿珠的事。 阿珠笑着说, 阿珠在医院的时候对她很好的, 大嫂调侃道, 她现在的样子就像小孩子一样。 与此同时, 阿威悄悄地潜进泳池里, 将正在气垫上趴着的阿珠按进了水里。 阿珠一边拼命地挣扎, 一边大声呼救。 还好过来送东西的女佣刚好看到了这一幕, 女佣连忙叫来了阿全将阿珠救了上来。 此时听到了呼救声的智商, 三人也全都赶了过来。 阿全立刻就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了几人, 智商被气得想要打阿威, 却被老夫人拦住。 阿威瞪了女佣一眼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 傍晚, 阿威来到了女佣的房间试图侵犯女佣。 听到了呼救声的阿全几人想要踹开房门, 但却没有成功。 最后几人只好取来斧子, 强行破开了房门。 但房间里的阿威和女佣却不见了。 阿全见状立刻就拉着阿珠来到了阿威的房间。 两人刚一开门, 就被门口吊着的狗吓了一跳。 隔天, 老夫人在和大嫂出去散步的时候聊起了阿威。 阿威最近的状态让老夫人很是担心。 随后老夫人从大嫂那里得知了, 阿珠曾经动过书贞灵牌上的福祉。 老夫人连忙带着大嫂, 找到了当年为志弘夫妇做法师的道士。 道士告诉两人, 当年书贞被西藏银魔淡经济鬼王迷惑住, 结果魔胎案结。 当时他施展法律已经将银魔镇压住了, 但想不到人算不如天算。 老夫人焦急地询问道士, 他们应该怎么做? 道士回答, 要制服这个银魔并不困难, 因为他醉剂麻鹰, 尤其是鹰血, 只要将鹰血喷到他的身上, 他就会皮烂骨朽化为浓血。 两人听后询问道士, 有没有其他方法能不伤害阿威? 道士无奈地说,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, 他年纪大了恐怕力不从心, 只有尽力而为了, 希望他能把那个银魔逼利阿威的肉体。 当晚道士就取了一罐鹰血, 布置好法坛开始施法对付银魔, 而阿威则从床底取出了女佣的尸体, 开始撕咬了起来。 此时道士拿起桌上的铜钱剑, 向前一指, 就将阿威带到了法台前。 阿威立刻就和道士斗起了法, 现在的阿威已经比刚被占据身体的时候, 强了不知多少倍, 道士用尽浑身解数, 都没法将鹰魔赶出阿威的身体。 最后道士只好打开罐子, 将里面的鹰血浇在了阿威的身上, 但鹰血却对阿威毫无作用, 最后道士还是惨死在了阿威的手上。 另一边, 老夫人正在一边念经一边忏悔, 她不应该将道士的鹰血换掉。 与此同时, 刚要睡觉的智昌发现自己的烟斗不见了, 在屋子里找了一圈, 智昌才想起了烟斗被她放在了书房里。 在去取烟斗的时候, 智昌被阿威控制着来到了楼下的桑拿房。 等智昌恢复了神志, 桑拿房的门已经被锁了起来, 并且桑拿房里还冒出了大量的蒸汽。 片刻后, 桑拿房停止了喷出蒸汽, 但四周的墙壁去向智昌挤压了过来。 没过多久, 智昌就被急贬在了桑拿房里。 见智昌去拿烟斗这么久都没有回来, 大嫂便起身来到书房寻找智昌。 大嫂发现智昌的烟斗还摆在书房的桌子上, 不见智昌的踪影。 虽然大嫂有些疑惑, 但还是拿着烟斗回到了卧室。 此时阿威突然出现在了大嫂的身后, 等大嫂察觉到身后有人时, 阿威已经消失不见了, 大嫂只当自己是出现了幻觉。 就在大嫂打算上床睡觉的时候, 她发现智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到了床上。 随口抱怨了一句, 大嫂便也躺到了床上。 这时床头贵人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, 大嫂刚一接起电话, 对面就挂断了电话, 这让大嫂很是无语。 此时智昌将胳膊搭在了大嫂的身上, 身上湿漉漉的感觉让大嫂以为, 智昌是洗完澡没有擦干身子。 不过下一刻, 她就看到了智昌手臂上的血, 紧急着大嫂身下的床突然飞了起来。 当床掉下去后, 大嫂依然飘在空中, 大嫂就像被人操控着一样, 在房间里飞来飞去。 片刻后, 大嫂从空中掉了下来, 还没等大嫂松一口气, 她身下的地毯就开始鼓掌了起来。 大嫂试图逃跑, 却被柜子拦住, 紧接着家里的其他家具也全都冻了起来, 甚至镜子里还流出了血。 最后大嫂被一圈家具围了起来, 大嫂无力地倒在了地上。 与此同时, 阿全开车载着阿猪回到了家里, 见家里的大门敞开着, 两人立刻就察觉到有些不对劲, 他们连忙冲进了痴肠肤的房间。 两人不知道的是, 阿威就在楼下注视着两人。 尖字仪的母亲倒在了地上, 阿全连忙拿起了旁边的电话想要叫救护车, 但电话却没有反应, 阿全只好让阿猪去楼下打电话。 阿猪来到楼下, 发现楼下的电话也打不通, 这时屋子里的灯突然熄灭, 紧接着阿威从角落里走了出来。 阿猪抄起一把椅子就朝阿威扔了过去, 椅子直接穿过阿威的身体掉在了地上。 阿猪试图逃跑, 但不管跑到哪里, 阿威都会瞬间出现在她的面前。 最后阿猪被逼得逃进了地下室, 不过她刚一进去, 地下室的门就锁住了, 她便想要从地下室的另一个出口逃出去, 但却又被阿威拦住。 随后阿威将阿猪按在地上试图侵犯阿猪, 阿猪激烈地反抗了起来, 阿威见状一耳光就打晕了阿猪。 没过多久, 发现了阿猪一直没有回去的阿全就找到了地下室, 阿全透过地下室的栏杆看到了一个怪物正在侵犯阿猪。 阿全回到客厅, 拿了一把剑然后冲进了地下室。 刚要离开地下室的阿威直接被阿全撞了个跟头, 阿全没有理会阿威直接来到了阿猪的身边询认她怎么样了。 这时阿威拿起一把叉子就朝阿全扔了过去, 还好阿全反应快, 用剑挡开了叉子。 接着阿威操控着地下室里的各种物品朝阿全砸了过去, 阿全只得一边闪躲一边让阿猪快跑。 此时老夫人端着从道士那里拿走的鹰雪来到了地下室, 而阿猪刚好和老夫人撞在了一起, 鹰雪就这样打碎在了地上, 这让老夫人很是崩溃。 看着地上的鹰雪, 阿猪想到了一个对付阿威的办法, 她拿起地上沾着鹰雪的铲子, 从阿威的腰部铲了进去。 阿威转头直勾勾地看醒了阿猪, 阿全连忙将阿猪护在了身后。 此时阿威似乎恢复了神智, 她撕心裂肺地大喊道, 她还不想死, 快点救救她。 还没等阿全回应, 阿威的身体就从中间裂开, 露出了银魔的真身。 银魔抖掉身上阿威的皮, 朝阿全两人冲了过去。 了 że顾 protagon本可以在安 rahat nawet 正在油圈ach ег在焚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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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焚炬 我去找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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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